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家臣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聊天的環節 沒錯啦 對上一次都好像說一些很serious的話題 比較凝重一點 但這次算是比較輕鬆的話題 因為其實呢 我也是說五個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經常性問我這五個問題 所以我知道有些舊觀眾可能知道 但有些新觀眾是不知道 都要循例話告訴他們 因為我看到很多留言都問這些問題 所以我都一次過回答這五個問題 我不想到時候如果我開一個Q&A 然後我的Q&A每一次都只有這五個問題 那就真的有點重複 所以在這段影片 你看到的Minecraft影片 其實就做一個襯托 我不想背景什麼都沒有 所以錄音我是後期錄的 所以不要緊的 畫面都不是一個最重點 對啦 這次我們說的第一個話題 就是我件袍 很多人經常問 喂 喂 阿家臣 你的店鋪怎樣製造 我又想製造 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們曾經在上年2015年 去過英國倫敦的地方 去過那時候 就因為參加了 Minecraft 2015 Minecraft公司 通常 如果去過Minecraft的人 就會給你一封 E-mail 告訴你 好多謝你來 我就會送一件袍給你 所以 如果你想要這件袍的話 沒問題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Minecraft 2016 不過Minecraft 2016 9月就開始了 那些票應該都賣光了 所以 你希望期待一下2017 但2017究竟在哪裏呢 應該都是歐洲的 因為今次是在美國那邊 下一次應該是歐洲那邊 因為通常Minecraft的地點 永遠都是歐洲 以及美國那邊 或者歐洲那邊 總之是這兩個地方 總之是這兩邊 來來去去都是這兩邊 所以 對了 不用再問了 你想要的話 你自己想想方法吧 因為沒有可能你會拿到的 除非你去E-bay 那些什麼拍賣 你想拍賣回來 我也知道有另外一些方法 可以拿到的 包括Optifine的 但你不知道我說什麼的話 好了 有一個網站可以幫到你的 就叫做google.com 裡面 就藏了很多資訊 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經常問我這件袍是什麼 但我現在就說了 我這件袍是Minecraft 2015的紀念品 你看到Captain 或者其他外國的Youtuber 為什麼會在後面有一件袍呢 原因是因為他們之前都參加過Minecraft 對 我們很榮幸地 不是榮幸 是我們自己給錢 我們很幸運地 可以買到票 去到第二個話題 第二個話題 就是經常有人問我 怎樣放大 對的 究竟你是不是用外國的 用什麼 教我 然後我很多次都經常在這條影片 即是無論直播 或者我的影片 我都有說過 我用一個叫Mod 或者叫做模組 那個叫Optifine 其實呢 我有一條影片 是有說過Optifine怎麼裝的 而且呢 我是真的拍了 我是有說過教學怎樣做 怎樣用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不妨按一下 右邊的I字 我放一條連結 我是真的有拍過 有說過 但是 有人問 但是我循例說一說 這個模組叫做Optifine 是一個 令到你的電腦可以順一點的模組 即是玩Minecraft時候順一點 還有會有放大鏡這個功能 是非常之好的模組 沒錯啦 到了第三個話題 第三個話題 有些人經常問我 我用什麼剪片 用什麼拍片 用什麼整圖 我可以告訴你 我用呢 我用呢 剪片呢 我是用Adobe Premiere Premia Pro 用什麼版本不要緊 總之是最新 對啦 整圖呢 就是Adobe Photoshop 這個是最基本的 通常都知道 那我拍片是什麼呢 我拍片是用Action 我都記得我第一次講 兩分鐘教學的時候 我都說過 我應該用這個 我最喜歡是用Action 但是可能我會轉態 因為Action開始有些功能 支援不了 所以 到時候再說算吧 這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經常問我 為什麼說 Minecraft那些影片 天空特別漂亮 水特別清 顏色那麼漂亮 我其實都說 我有用一個叫做財德包 財德包是什麼呢 其實我沒有打進去簡介 但是 我想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但不知道不要緊 我再說一次吧 我的財德包 我用開這個 就是Lively Default 有人問 為什麼 它明明寫著 只有1.7 1.8 但是為什麼 你1.9 也有用的 其實 是 硬來的 是用到的 你只要按 Minecraft 只給了一個 warning 你現在用的 材質包 很舊版 可能用不到 你是不是 確定要用 那你按 確定 或者 continue 這樣就可以用到 很順利 在1.9 或者1.10 都可以用到1.7 的材質包 其實你可以喜歡 你也可以用 以前的材質包 丟進去都可以 沒問題的 只不過你要按 確定這個按鈕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平時 玩開 Minecraft 或者其他 Minecraft 我會經常用的材質包 就是這個 因為我喜歡它的天空 和我喜歡它的水 夠清 我不太喜歡 它Deford的水 有點噁心 去到第五個了 經常性 有人問我電腦配置 但是 我的電腦配置 不是特別出色 因為 可以這樣說 如果計算 整個Studio 裡面來說 我的電腦 應該是 最差的 是那個 來的 論所有配置 應該是我最差的那部 所以 其實 我很出奇 覺得 為什麼你會問我 我是最差的電腦 就是阿樂 或者阿易 那幾部 應該比較厲害 我循例說一說 其實我現在這部電腦 就是這個AMD的8核 對 AMD是差的CPU 又便宜又差的垃圾CPU 我都要換 這個AMD幾年前 其實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要問我配置 這個配置 是 起碼三年前 差不多就是 四年前的電腦 配置 你問我 你是不是想組裝三四年前的電腦 不對 你起碼要組裝一年前 或者半年前的電腦 你組裝三四年前的電腦 你就用了一會兒 不然又要換 價錢差不多 我一張顯示卡 就是GTX 750Ti 你想想 現在都推出了幾多 750Ti推出的時候 是 我都不記得幾年前 2011 對 2013年的 還是2014年的 總之是 3、4年前 總之是 差不多這個時候推出的 然後 唉 我一直在爬頭 為什麼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不要緊 照說 這個就是我的顯示卡 和CPU 我支麥克風 是用Rody的Podcaster 是一支很特別的麥克風 我沒有辦法去 在香港直接買 我只是透過一間店去買 所以 如果你想透過哪間店 很歡迎你去Google 打這個RodyPodcaster 之後你就可以找到 那支麥克風可以多少錢呢 我可以跟你說 是 是一些高消費的東西 但是 如果你拍到YouTube 你就是要 課金課樂 因為如果沒有麥克風 你拍不到影片 用的耳機麥克風是 超級差的 是 大概以上五件事 都是我想說 或者我平時看到 很多觀眾都在留言問我的問題 我也知道 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什麼影片 什麼時候出 但反過來 不如試一下 我做觀眾 你你做我你的角色 如果你有一天 說過日期 讓我知道 是當是9月1日 有影片看 但是去到9月1日 做不切 你真的做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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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9月1日來炸你 你覺得會不會開心 對了 所以為何要明白 我們沒有一個確實的日子 給你 我只能跟大家說 就算你可以說 我很官腔地回答 但是 都是那句 給我們一點時間 給我們一點耐性 我明白很想看 放心有做到的 不是拋棄了的 對 給我們一點耐性 所以 好 大致上 所有事情都說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正常的問題 歡迎在留言問我 我會答 我會看 放心 我全部都會看 但是 我會選一選 我會盡量回答 所以 我們這次的影片 先跟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